我觉得土耳其总统 他斡旋的是有效果了 因为他的主要角色 在第四次跟第五次谈判 这次是第五次 而地点就在土耳其 又是度假胜地 那是不是心情好了 所以大家 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一次的谈判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 很有曙光 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 我也为我之前 你是很正向看待的 我是正向看待 我之前在你的节目说 土耳其总统 只是在那边蹭流量 我来跟大家道歉 因为我发现 他的提出来的东西 是确实比较可行的 尤其中立国 是从土耳其斡旋的时候 开始提出来的 那现在差的就是保证 因为战争是没有信任感的 所以现在只要有人 愿意保证 然后我其实中立国的 那个流程非常长 当初的瑞士 瑞典那些中立国的 演变时间 都是长达七八年以上 你说你要马上 突然之间和谈 我觉得那个言之过早 但是里面你说露出曙光 我觉得确实有 至少俄罗斯做了一个动作 叫做撤出两个地方 基辅东部 以及切尔尼科夫 对 是 撤出这两个城市 但是我也在里头看到一些西方媒体的操作 尽管我认为这次的和谈是一个曙光 因为后面还长着 我讲真的 两个都打成这样子 你说你从此不要讲什么 黑道两个帮派谈判 也至少要隔个好几个月 好几年 两个老大不知道喝几通 要的合头酒 才有办法合 你跟我讲说两国现在打到 昨天统计 乌克兰到现在损失三千多亿美元 我等一下讲 我如果记得没错是三千多亿 折合台币十几兆 等于是我们几年的GDP 一场战争 你觉得那么简单吗 而且还没完 还没完 所以我看到几个东西 可能还会有很多麻烦 第一个就是 昨天这个三千多亿的数字出来 乌克兰说我没帮你刷 他的讲话很硬 他说你就是战犯 我跟你说你把我打 我造成的损失三千多亿 来求偿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 全部都在拖 现在泽伦斯基乌克兰还在拖 拖什么 我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美国的态度 绝对是泽伦斯基现在讲的话 拜托大家不要把泽伦斯基 single来看 他后面就是一个人在操作傀儡 谁在操作 拜登 拜登在操作哲伦斯基 讲出这样子的话 就这么简单 能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 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 是有独家的好看 我们下一个咖啡的